所以我那時候也可以說是背著我們老闆 就到他家裡面去幫他貓咪看診 確實體會到其實在台灣的這個出診醫療 他的資源是相當的少 有一個case讓我從大概10年前一直接到現在 當時就覺得這個老外他真的很可憐 在台灣收養了一隻得了乳房瘤的貓咪 手術完之後就腫瘤鑽移到全身的這樣跑了 五六家都沒有醫師願意幫忙他 所以我那時候也可以說是背著我們老闆 在我那個上班前跟下班之後 我就到他家裡面去幫他貓咪看診 他真的在他的那個租的地方 做一個大概一瓶大的一個養氣房 24小時來幫他的貓咪供養 確實體會到其實在台灣的這個出診醫療的這個部分的話 他的資源是相當的少 不適合出門的犬貓 他們其實會更需要這樣一個貼身的醫療 寵物呢他不只是寵物 他就是一個家人 他就是一個家人的一家人的醫療 他就叫他家人的醫療 他就叫他家人的醫療